今天我们讲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便秘 可能你听到就会觉得很搞笑 其实如果你面对这个困境的人 你是一点都不觉得搞笑的 作为一个健身教练 其实也不用作为健身教练 其实你会发现你打开电视 通常告诉你 便秘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只要我们在每天的膳食里 吸收足够的纤维 和补充应有的水分 就可以解决便秘的困难 以上的对白 你应该听了97,000次 或者你面对去不了扑扑的情况 其实你应该自己上网 找了98,000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你发现怎么搞呢 都好像不太搞定 当然有深层次一点的问题 你发现心理上一点 就是当一个人越紧张 越焦虑的时候 等于你站在巴士站 越想等那辆巴士 你不停看那个手标 不停看那个apps 为什么那辆巴士都没到呢 其实那辆巴士就像我们的泡泡 你越紧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时间过得慢一点 还有那个泡泡 怎么出极力 它都不出来呢 所以心境上又要轻松一点才行 好 回到整体 我们讲吸收善食纤维 就是在日常的饮食 其实你可以说很容易 又可以说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如果你是打工仔的话 试问你现在出去吃一个lunch 就是怎么会有水果呢 还有怎么会有足够的蔬菜呢 又不是个个打工 都可以容许你 下午冬冬走出去panchy 洗苹果切铲 然后这样拿起来咬 所以水果不是 说到那么容易 可以每天都可以吸收到 应有的份量 我们先说回一会 经常说要吃多些纤维 纤维有什么不同的好处呢 纤维第一个好处 就是其实它可以令到我们腸道愈动 即是说那条腸很长 如果那条腸不太动 或者加上你这个人不太做运动的话 它也不太动 即是一潭死水 那么你想想 那个氢 finger 디 如何脏度绿 绿到这个掉回去 那里才能要快撸 所以纤维是能幹着我们 reinforce behare 様性是移动的 你当你€2是 access the covered 的皮章 你从毛髒法 Ng不一样都是有 Ontario 气嗚就ilen 但是你当它像是落了闸 令到坏胆固醇 它不会那么快进入血液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它可以帮我们控制血糖 还有有助减低坏胆固醇 所以纤维的好处是 还有什么呢 你想起热量低 而且它也会容易饱吐 所以可能对某些人 他会控制体重来说 他也会吃多些纤维分量的东西 但是当然对我来说 也会跟大家说 所有好的东西 或者我们觉得好的东西 都不应该不停地吃 因为真的要平衡 所以基本上这是纤维的好处 说就说得那么好 但是问题是我吃不到 我吃不到那么足够 那么好 那么多 那怎么算好呢 那一会儿 你会看到 当然有示范 直接冲给你看 你会看到这个出现 即是已经有时间关系 已经冲了给你看 那一会儿 那一会儿就会有视频 再说给你听 那刚才一路就说 我们每天的膳食纤维 或者是有没有坊间一些辅助 让我们帮助我们 都可以鱼动到一条肠 即是会帮我们解决便秘这个困难 一定有的 那 那 纤维刚才说了有多好 是不是 纤维都分两大类 你应该会听过 一定 那第一类就叫 非水用性纤维 那非水用性纤维 其实是怎么样的呢 它呢 即是吸收了水分之后 它就会慢慢发大 即是你当它好像海绵 它一路发大 好像海绵 那 我们这样想 就好像 赚大了一条肠 它就帮我们的肠去移动 即是帮助肠道鱼动 那 平日在日常生活食物 有些什么是非水用性纤维的呢 那 譬如我们经常听的 传物 谷类 菜本身已经是 非水用性纤维 那好了 有非水用性就有水用性纤维 那 水用性纤维是怎么样 即是它的特性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说 就是非水用性纤维 它吸收了之后 就会变大 那这一只 即是水用性纤维 水溶不到 那 这样 它吸入了水分之后 它就会变了 好像一些 Gel 即是我们想像 啫喱那样 它吸入了水分之后 形成就好像一些 Gel 那 它就会令到 什么呢 它在肠子里面 就会令到 我们的泡泡 变得柔软 很正经的 说这一件事 尽量都没笑 这样令到泡泡变得柔软 因为很多朋友 可能 他去厕所的时候 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泡泡很硬 硬到 当泡泡太硬的时候 会怎样 其实他每次去泡泡的时候 都会拆船 都会流血 或者很痛苦 所以当水溶性纤维 它吸了水分之后 它变成了 Gel Gel 令到泡泡 濕润一点 柔软一点 那你去泡泡就容易一点 另外还有什么呢 其实 它也有 刚才我们说的 纤维的好处 因为它会帮助 减低血液里面的 坏固醇 和它会保持血糖正常 所以我们平日吃什么 是有水溶性纤维 有豆类 有蜜皮 还有水果 我也是 所以 其实吃的食物 我们经常听人说的 每天要吃这些 有水果 有蔬菜 那你想起 水果和蔬菜 已经包含了 水溶性纤维 和非水溶性纤维 只不过 我们现在说的 有什么 帮忙 因为我们未必 可以吃到 这么多这些纤维 每天都 其实坊间 有很多很多品牌 是有纤维粉的 你会留意 那又怎么选择呢 刚才 我们快速补习了 水溶性纤维 和非水溶性纤维 你会发现坊间 其实我们也是 买东西好 做什么好 习惯手势 看看材料 你会发现坊间 很多纤维粉 其实 它是水溶性纤维 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 像山果 令到泡泡变得柔软 好了 如果我们的问题 去不了泡泡 我们便秘主要成因 是腸道鱼动不了 不足够的话 你会发现 你就算吃了 水溶性纤维的纤维粉 它会帮泡泡变软 你会发现效果 也不是太明显 因为它 配不中你想要 你的需要 因为如果你的需要 是帮肠道鱼动的话 你是需要有 非水溶性纤维 在纤维粉里面 好了 主角出场 其实已经出了很久 口都震了 今天介绍的 我估计你最近 应该都会 无论你去到哪里 你都会看到 除了Mey Yen之外 也会看到它的存在 今天介绍的是 一种超过75年的澳洲品牌 Meta Muscle Meta Muscle 基本上它是澳洲第一品牌 就是腺食纤维的补充剂 我觉得也挺有信心 令你不用害怕 也可以吃的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 其实基本上 都是医生会用的 一个品牌 可能是有时候 一些 譬如是孕婦 当去到孕期 比较后期的时候 都会发现 比较难去扑扑 为什么呢 因为 B女 B女 或者B仔 扎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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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发现 难去扑扑 所以 医生有时候 都会开 Meta Muscle 给一些人妇 饮用 所以基本上 都是一种 很有信心 保证 就是 医生都会用的 品牌 另外 就是 它的 材料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 100%天然的洋车前子 那 洋车前子是什么呢 洋车前子 基本上 就 可能你会立刻想起 是不是 就是 车前子 因为我们听过 车前子 那我们稍后讲一下 原来 不是一样东西 就是两样东西 原来 完全不一样的 原来 那洋车前子 基本上 它是原产于哪里呢 伊朗 印度 它的种子 就经过 就是 经过加工 磨碎 的外壳 来的 这样 车前子 基本上 就是 中医药用途比较多 那 基本上 就是 可能是我们的 妈妈 婆婆 那样 它煮凉茶的时候 它会用到 车前子 车前子 基本上是 利湿 清热的作用为主 所以 两样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Metamuse 它有齐我们 就是想要的 纤维的特性 它有水溶性纤维 和非水溶性纤维 就是说 就算我们的便秘的成因 是 就是 扑扑很硬 那它可以帮到手 水溶性纤维 或者是 抢到鱼动不足够 那 非水溶性纤维 就会帮到手 就是说 应该是相管齐下 那希望 这个产品 其实 就是你喝完的时候 那当然 不是那么天下无敌 你会觉得 哇 在我喝了一天之后 哇 陈年便秘的情况都没有了 应该是神弱 对不对 所以 建议的分量是 你可以 譬如你 之前未试过 这个Metamuse 未试过任何纤维粉 你可以试一下 每天 喝一杯开始 那当然 待会有的片段 就会清楚 告诉你 究竟是 怎样去饮用 都是很简单的 譬如你自己在家 都可以充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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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我每天喝一杯 我建議是什麼時間喝呢 基本上建議你餐前去喝 為什麼要餐前呢 當然你說我餐前真的忘記了 餐後行不行 當然一定是行的 但是餐前的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餐前喝了一杯 Metamuse 的話 其實都會有丁那麼多的飽吐感 即是漲漲少少漲著 如果你說我又想愛你 令到自己都可以控制食糧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一試這個方法 我覺得不只是說 主要目標一定是有便秘 你說撲撲去得好的話 其實正常的你都會想到 其實你新陳代謝會好些 皮膚好些 你喝的水份 除了我們不是當它是神藥 我吃了它 我就直接菜都不吃了 當然做人的事不要去到那麼盡 所以基本上你會繼續補充你的水份 只不過我們再加上 加了這個Metamuse 在裡面 其實你撲撲撐盡了 人的皮膚都漂亮了 心情自然就好了 好了 到了這個時候 可能你剛才聽到 你說可能很多便秘 除了現在很多便秘 年輕化 但畢竟也有一班長者 或者老人家 都容易便秘 但是如果你說冬天 我又怕冷 我永遠喝的東西都是熱水的 那怎樣算好呢 我又沒理由把室溫水 人家說放冷 只是放不了暖 所以如果我真的在冬天 我不喝到 不喝到那個冷的橙粉 那可以怎樣呢 其實你也可以試這個 因為這款 剛才說了那麼久 都是Metamuse 橙色包裝的橙味粉 其實都有綠色的 不是綠味粉 其實綠色這款是藥丸 即是說我用水去吞服 我覺得其實都 有不同人的需要 可能有些人覺得 我未必可以經常吃到這個粉 我又不想那麼冷 所以我就可以用這個藥丸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可以用到冷水 很多人有不同的需要 可以用到冷水 但是我經常出汽車 那我不行 帶著那麼大瓶 那你可以再搜尋 Metamuse 其實它也有 獨立包裝的粉 即是說 例如我要去七天 出旅程 那你就看著我要拿多少包 多少包去飲用去沖 那已經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整個配套都是方便 還有很多人可以用到的 去到這裡 希望今天介紹這個 Metamuse 可以幫到你 那我自己覺得最放心 是因為 的而且確的認證 所以令到你可以放心 去試用這個產品 另外也希望大家 PuPu好詳順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再有什麼想試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還有最後的時候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這樣就下次再見你了 Bye Bye Bye